煮料,五花肉1000克,辅料,蚝油,海鲜酱,煮后酱,盐,红烧肉酱油,腐乳,啪嚼,香叶,山奈,肉口,冰糖,料酒,大葱,姜,开水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-2小时,五花肉洗干净,切成小块,凉水下锅,中火烧开,煮5分钟,烙出来放入砂。 准备好所有的食材,除了盐以外,逐一放入砂锅,做一壶开水备用,将烧开的水放入砂锅,没过肉就可以,大火开锅后,盖上盖子,盖小火炖一个小时,一个小时后,打开盖子,放入盐,用大火收汤,10分钟的样子,就OK了,简单吧,看这鲜香的红烧肉,食欲来了吧, 赶快试试吧,烹饭技巧,这么简单,没什么技巧,就是要记住一个小时后放人就行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开始。